采访员吹响了本场比赛开始的哨音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国体育为您带来的2021赛季中甲联赛 上个赛季补薪表现是兢兢业业 看看这个角球的机会开得非常靠近门将 进取里边第一点被刘毅拿到 再给过来这个球看看外围地交远射 没有能够压住 这下应该是在廖磊解围的时候踢到了贝尔 是不是踢到了刘毅的这个脚这个鞋顶 如果在这个位置当中还要做这种停连的话 看看这脚外围的远射 球没有出底线 真心有过效力的经历 不过确实在南通打得非常出色 而且确实上个赛季看中甲的球迷朋友们 应该对他就是看过他踢球会有 上升连给贝尔托一对一 虚晃一枪到了进取里边这脚打门 完全凭借着自己的个人能力 做了两个虚晃进取里边完成了一脚打门 但是前面的虚晃其实很漂亮 最后一脚射门没有能够打上力量 射门质量不高 通过自己的摆脱来了一脚 而刚才贝尔托在禁区右侧 尝试个人突破一对一 看看啊 张胜林摆脱过来 这个球 直接给过来 门将脱手了 这个球东航 这一下脱手很危险 再来看看这个球 直赛很有穿透力 有这个张胜林 就是能力很强 经验很足的一位球 看看这个球 这个球 彭彭的出击 没有碰到皮球 进取里边 北极大师直接 捡了一份大礼 进球 再来看看这个球 这个球 都有一点 首先 这个蓬蓬 他出击 没有能够碰到 这个皮球 是其一 其二 张胜林认为 这个球 门将已经拿到了 没有再往前 跟着一步 贝尔托 面对张帅 一对一 卡申位 看看这球 还是贝尔托 个人能力 看看这球 到了进去 这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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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超是一个 飞身堵枪眼 直接是把自己的身体 揉出去 冯波源这一脚球 确实他已经到了这个位置上了 他确实就打着一脚 身体上没吃亏 先扛住 这个球 你只能说冯波源个儿太大 因为这个柳超过来 他自己的这个头 也没有低在腰部以下 所以说这个昆山一方面呢 是利用好徐俊敏跟贝尔托 这两名区员的突破能 看看这个球 进去里边转身 这边有机会啊 这个球 其实费学东可以再小一点 做给徐俊敏 因为徐俊敏在进去里边 其实是没有人听防 但是这个球 如果是这个张一东 自己没有 这个自己有胜盟机会的话 其实可以 再来看看这个球 还是要利用冯波源这个高点 你看这个球 其实他这个可以小 居民现在位置非常自由 但是贝尔托经常是拖到边上 看看这球 中锋坐过来 顺下阮阳 一对一 看看阮阳这边下底 到了进去 打回来 能不能打本 近在咫尺的射门 再来看看这个球 典型的一个边中结合 阮阳利用自己的个人能力 一步过掉了柳超 严相闯来了 严相闯看看这个球 哎呦 这个球固定的位置 这条大门 球进了 18号 魏超伦 快马杀到将球打进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球 这个球 严相闯摆脱了刘毅 之后又缓过了 孙国良 之后是洋运铲的这一脚 把严相闯的这脚直塞球 不偏不倚的停到了魏超伦的脚下 看看这个球打到进去 这次的投球攻门 抽进了 张承林 快 看看徐俊敏的定位球 罚到禁区里边 张承林在禁区里边是高高跃起 这个还是莉莉在目的 上赛季如果他把握机会能力更强 他不只是进两个 看看这个球 打到进去 这球大门 球进了 二手张宇东 完成了进球 帮助昆山这边是扳平了比分 再来看看这个球 这球边路打进来 第一点被门将扑到 但是反应很快啊 昆山是幻想门脑 张承林 幻想4号 刘五阳 这时候裁判员也没有补牌 那这样的话 刘不洋应该说是逃过了一张黄牌的惩罚 那这样裁判员吹响了本场比赛结束的哨音